啊這 獲得熊貓的祝福 餵養他 哇好可愛喔 哇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奧妹 歡迎回來我的世界 今天呢我們要去外頭抓 十巨人但是呢 這也是最後在抓 那為什麼今天不是去抓海洋生物呢 因為非常的簡單喔 因為我還沒有弄好啊 我還沒有弄好啊 不是啊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我沒有這麼快啊 雖然說處形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想要讓他更好看一點 所以說 我還是必須要加強一下這個周遭 啊我差點摔死 抱歉啊想要加強一下 周遭的建設嘛看起來會比較美觀一點 啊然後就 不知不覺越摸越久就發覺 我還沒有完成 好不好反正不管了先讓各位 看一下我把它蓋成怎麼樣子 先讓各位看一下 好那這些材料基本上全部都是用創造模式製造出來的 因為這些東西呢如果呢要在一天時間之內把它全部做出來 我跟你說 可能現在連一半都還沒完成 好了給你們看 哇 哇 下來了哇有沒有覺得很美 然後這次劍心像真是煞風景 我的天啊 之後呢沒有意外老頭這邊也會把它 全部弄成這個 這種顏色的石頭 然後其實 老頭跳下來的那一瞬間真的覺得 好像游泳池喔 你不覺得很像游泳池嗎 然後我前面也有這樣子蓋 欸我後來發現我好像蓋錯了 欸我後來發現我好像蓋錯了 而且 好像有點偏左欸是不是 欸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這個有點偏左欸 欸我是快溺死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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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先讓我吸一下空氣喔 然後呢之後老頭前面沒有意外的話 也是全部都會用這種東西 所以說老頭要全部把這個邊緣全部打掉 所以再重蓋 噢這個還需要一點時間 噢到後面呢老頭也有可能會放一些螢火蟲的掛燈 噢螢火蟲掛燈我已經測試過了 噢如果直接把它抓取進去的話是不會被淹死 所以說應該是不用擔心螢火蟲在裡面被淹死的問題 噢然後其實老頭這邊看球欸 劍心像淹死啊 我這個水族箱根本是殺人機器啊 有沒有殺人機器有沒有 哈哈哈哈 掉下來的人沒有一個 掉下來的恐龍沒有一個是可以活下來的這樣子 噢然後老頭在裡面游的時候啊 突然想到以前十幾年前的一部 日本偶像劇 那部日劇就叫做 神啊請再多給我一點時間 噢不知道為什麼我跳下來那一瞬間 我突然腦海裡想到這個 因為他的主題曲 他的主題曲有一個畫面就是 金城武跳到這個水裡面 然後周遭全部都是蔚藍海域 都是藍藍的這樣子 好不好 好啦我覺得我屁話太多 應該不會有人想聽我講這個吧 噢噢 對了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上一集呢有人說欸為什麼老頭畫面一片黑 老頭畫面一片黑 我根本看不到你在說什麼 恩後來我仔細想了一下發現 可能是因為我的螢幕畫質的關係吧 因為我螢幕的畫質其實是比較偏亮的 所以說我在地洞的時候 剛好好死不死那時候在講 要怎麼挖那個地那個水族箱的時候 我沒有開探照燈 然後可是我卻看得清楚 但我卻沒有顧慮到有一些觀眾 他們的手機或者是他們的電腦螢幕 畫素本身就比較略差了一點 所以說會看成一片黑 可是我看卻是看得清楚的 這個怎麼講沒有想到這麼細的這個問題 所以說如果那一次我有開那個 如果那一次我頭上有帶這個 沉重的礦工的這個燈的話 你們應該就會看比較清楚了 所以說會造成有些人不方便 在這邊各位跟那些人說聲抱歉 讓你們沒有看得很清楚 好吧 那麼呢 在去抓石頭人之前 我還要蓋一樣東西 也就是大家非常想要知道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就是迅猛龍的發電機 老頭也抓了一隻迅猛龍齁 上一次迅猛龍在遺跡掛掉了之後 還是哪裡掛掉我忘記了 我就再也沒有抓了 你看下面我再抓一隻等級二的有沒有 那待會我們會把這個 迅猛龍這個機器給拆掉 不是 我們會把這個發電機給拆了 拆了之後呢 這邊放一個迅猛龍的發電機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怎麼運作 但是呢 我們不曉得這個迅猛龍發電機 他的這個大小到底是多大 所以說我們要先把他做出來 來 有了 把他關掉 我很高興這個雞蟲沒有聲音 不然的話每天都要聽那吵雜的聲音 其實心裡蠻不舒服的 比我想像中還大耶 OMG 哇 怎麼可以這麼大 我的天啊 其實這樣剛好耶 哈哈哈哈 這樣好像不會擋到耶 這樣其實好像也剛好耶 哈哈哈哈 哇 我有點想要把這弄掉了 說真的還蠻愛演的 算了沒關係 我們就先擺這裡吧 怎麼這麼大 我的天啊 剛好這樣可以 然後他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其實有點看沒有 發電的部分在哪裡啊 我會不會弄錯邊啊 我很怕弄錯耶 算不關了 然後我們 迅猛龍離太遠了 這樣子我們就 這樣我們看得到內部嗎 是可以啦 我覺得我有點放反了 這樣子我們從外面看不到 可以撿取嗎 不行 來我們把機床給拆了 不是機床 我把發電機給拆掉 發電機拆了 省一下材料也不錯 那我們就把迅猛龍拉過來 不知道他身上東西會不會消失哦 我們試試看 抓取迅猛龍 東西好像還在 然後 以供電 那我要怎麼讓他跑呢 需要什麼 放入生肉 放入生肉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弄啊 這傢伙改吃生肉啦 欸欸欸 啊你身上原本的生肉呢 要不要給我啊 啊算了 我還是找霸王龍拿生肉好了 其實還蠻有趣的耶 他只是把那個 通常這種發電機 印象都是那種什麼 倉鼠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哇 沒想到這個 在方兆幫壞世界 居然是迅猛龍 啊其實也沒有錯啦 在這個世界裡面 動作最快就是他 所以說用他來發電 名副起始啊 不為過啦 不為過不為過 好不好 生肉放這裡 欸還要擔心他會不會壞掉咧 好了 點火 跑了跑了跑了 丟 喔 未供電 那我要怎麼辦 我這樣子 他算是有接到嗎 他在跑了 那我是不是要額外另外接電線 不知道接哪裡啊 這樣子有嗎 還是未供電 欸我到底要怎麼算供不供電啊 他供電處竟然在這裡啊 還是說這個不用 插座不需要 啊我把迅猛龍給拆了 Yeah boy 好啦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突然就供電了 我把這個方向往這邊轉過來之後 然後插了一根這個 插座 然後上面放了一根垂直電線 然後他就莫名其妙 供電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欸 啊反正總言之有供電就好啦 是不是 啊乖乖狗下來 那下來會不會擋到啊 我忘記我完全忘記這回事了 哇感覺好像會 會不會啊 欸欸欸欸 欸也不會喔 我還蠻剛好的喔 啊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來來來我們把這電線給拆掉 我們小心拆 啊不要把這個 不要把這個前面給拆了 我會哭 啊水瓶電纜拆一拆 石巨人 啊他在這個方舟方塊裡面呢 叫做 元素歌倫 歌倫的意思呢 其實是直翻 他的原本名稱叫高倫 高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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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念吧 然後呢 直翻變成叫歌倫 啊那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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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就直接叫他石頭人石巨人啊巨石巨人啊 你要叫什麼都可以 反正呢 他的翻譯名稱呢蠻多的 啊老頭是比較習慣叫他石巨人 然後忘記把我的電線那些放回去了 不管了 反正呢今天就是要去抓他 那我們 很基本的就是直接放一個弩 放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盡量能前面一點就前面一點 因為呢我們用這個來抓他 本身歌倫他的血量就比較厚 然後防禦也比較高 你一般小小的魔法箭矢是沒有辦法 應該不是沒有辦法 是有辦法 但是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他本身可以讓你 他的本身防禦力可以讓你的傷害減半 其實不只這個遊戲啦 方舟生存進化也是啦 你會發覺說你奇怪 你打歌倫怎麼 他的血量只消一點點而已 打其他有肉質的生物啊 傷害反而比較大 啊沒辦法 這個生物就是這樣做啊 就是要讓你傷害減半啊 麻醉也減半啊 你拿一般的小魔法箭矢戳他 就感覺在戳牙籤 有沒有 所以說我們這次呢 用魔法弩箭了喔 應該會比較容易馴服 就不會就動用說 上百隻魔法箭矢在那邊弄他 會好很多啦 是不是方塊阿琪 我們這次首次終於要你出動了呢 平常都是石像鬼 現在終於要用到你了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啊他看起來好像不開心的樣子 算了不管了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了末日之地喔 又是一大群 超屌的生物 到時候呢老頭沒有意外 應該會把我們那些恐龍等級練高一點 來這邊刷等級喔 因為呢畢竟這些 獨眼巨人阿 地獄三頭犬阿 牛頭人 哇牛頭人被拷爆 一個威毆 好可憐喔 這些呢我都會 想辦法挑戰吧 畢竟沒有打爆他們過阿 都是我被打爆 我覺得有點不甘心 所以說老頭到時候一定會 來這邊肆虐一番 然後呢前面那隻死神呢 有觀眾留言說 是4萬滴的血量 他的血量有4萬滴 是真的假的 之後也會挑戰 所以說各位不用緊張 慢慢來慢慢來 沒有辦法一次全部都做完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有一隻石巨人 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先 把他引到這個竹 那個 這個是這個是竹子吧 竹林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他引到竹林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來不及做這個地洞 其實來得及阿 哈哈哈哈我在講什麼 其實來得及阿 我們這邊做地洞就好了嗎 真的是 因為那時候老頭就是考慮到說 我們如果要做地洞的話 就會被這些敵人攻擊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 算是非常的安全阿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們在這邊蓋吧 說真的阿 要抓這種危險的恐龍阿 不管是恐龍阿 還是危險的生物阿 我都不建議在他原本的地區抓 因為原本地區危險的生物就已經夠多了 你還要在那邊拼死拼火的等他等他被馴服起來 你不如把他帶到一個像是這種環境有沒有 比較安全 我是比較推薦這樣子阿 那現在我們要抓到這個石頭人他體型比較大隻 所以相對的我們就必須要挖更大的一個空間給他 好了 幹什麼東西 自不量力的傢伙 我們這個洞大不大阿 夠不夠把他引下去阿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吧 你看我們那邊 右手邊有一隻 我們正前面又一隻 神太佛星來著了 你看我根本不需要 好你看他自己就過來了 有沒有辦法 依照他這個體型 下去嗎 他轉彎了 贏一波贏一波 欸 這個小壞蛋 下去嗎 下去了 唉唷可以喔 這個很行喔 這個很行喔 沒問題的 欸你這樣我射不到你阿 有350 欸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欸他會不會死掉啊 第六下 第七下 第... 有嗎有嗎 倒了 欸我被打到了耶 七隻就倒了 那我捉那麼多幹嘛 神經病阿 哈哈哈哈 欸這可以回收嗎 欸他倒了耶 昏迷了 欸他昏迷的姿勢好好笑 是往後躺耶 好大辣辣的感覺阿 我看他這個可不可以回收 好像不行耶 欸可以耶 哇 我在他的上面 阿給他吃岩石 這傢伙應該吃岩石 在這麼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被突襲拉 我覺得是拉 按錯了 好現在呢我們現在就是想盡辦法了 等時間到 耶他就是我的了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成功抓到我們的元素哥倫了齁 現在老頭沒有打算要把他帶回家的意思喔 想要讓他直接在末日之地找人家單挑看看 看打不打得贏 如果打不贏就算了 好我就要逃跑了就這麼簡單 好然後 我有一隻熊貓喔 啊這 獲得熊貓的祝福 餵養他 哇好可愛喔 哇這個熊貓是在這個 竹林間呢 出現的特殊特殊動物喔 他是不能馴服的 但是呢 如果你馴養 你就是 點擊他的按一鍵的話呢 你可以獲得到這個祝福 這祝福是什麼 上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大概是什麼傷害 會有什麼加成 會寫加成之類的吧 我看一下我本身的數值有加嗎 好像並沒有耶 這可以單挑嗎 單挑 只有90滴 咦 你當90滴是要打什麼 我打他沒笑 他看到他跟我打他會逃跑耶 他不想跟我他就不想跟我互歐就對了 我一下 180 欸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跟我挑啊 就是你了 不要跑 為什麼 欸 他們對十巨人完全沒有任何的 輕侵略性耶 他們只顧打他們自己的 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我先撿東西好了 爛東西 啊 我好難過喔 他們都不想理我耶 我在那邊居然沒有 半隻敵人想要理我 就好難過 然後現在才發現他的血 居然6000 攻擊力低啊 啊 我們還是給他點一下耐力好了 這傢伙耐力真的是低到一個不行啊 啊 要不來挑個雷龍啊 哇我覺得挑個雷龍 應該大家都個亂七八糟 亂亂去吧 算不管了 單挑啊 單挑啊 欸他有回到我嗎 欸沒有他跑走了 哇十巨人在這裡扮演的就是 啊我被我被踏到了 哇 剛是打雷嗎還是怎樣 怎麼突然蹦一聲 還是我們家被打雷給擊中了 弱雷擊中了是嗎 不管了 欸他真的都沒有半隻孔要理我啊 欸我們把他引到我們那個水池裡面好不好 幹別跑啊 哇打到我們家 哇要被 outside 爹 完蛋了完蛋了 哇 被毀啦要重建 啦 沒關係 我們就知道改建吧其他東西一定不 什麼重要了 哇然後就好不容易排列的東西全部都亂七八糟 了好不 也整這個樣子了好吧 這我們想要我今天想要結束這場 大亂啊那麼今天影片 先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如果喜歡 我的影片記得左下角訂閱右下角 喜歡快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那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啦 掰掰